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 大家各书几件 纷纷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感想与展望 会议期间主持人林旭还以中国共产党为题 问答台下听众 答对者可获毛泽东纪念张艺梅 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哪里召开 出席代表多少人 中国共产党三大法宝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是什么 当天台下听众荣誉回答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邱少芳最后做了座谈会总结 并且表示 作为中国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 它的背景和当时的历史情况 曲折苦难而辉煌的发展历程 执政后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 目前的现状和面对的问题 未来的前景和发展趋势都需要了解 关注研究 如此才能更加全面 完整 准确的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